誒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利用簡單的自保電路 去改造成三個開關控制 一個馬達的控制電路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我們先來畫最簡單的自保電路 自保電路它就是一個最基礎的一個電路 我們電源一出來先接到一個off開關 然後再接到一個on開關 然後on開關旁邊再並連一個A接點 然後再接到一個線圈 再回調 回到交流電 我們交流電用A向跟C向 這交流電就是220V 簡單講一下齁 我們電一送進來 經過off開關 然後我們on開關按下去的時候 電就送到線圈 線圈導通之後這個A接點 就會變B接點 然後這一個 手放開之後 A接點變B接點 它這條回路 就導通 這樣就變成一個自保電路 然後再來我們要延伸的話 延伸的話一樣我們一樣是一樣從 A向出來 再接一個off開關 一樣都是接一個off開關 下面這一個地方也是 再接一個on開關 然後一樣是並連A接點 然後這地方就不一樣了齁 這地方我畫長一點 這地方的話我們就要加一個開關在 在on on開關旁邊再加一個on開關 並連一個on開關 並連一個on開關 當然還要再串連一個off開關 開關就是一個開一個關 所以 這邊再加一個off開關 那我們 幫他定義一下齁 我們原本這個是on1 那這個是on2 那上面是 off off1 然後這個是off2 這樣子就是並連 這樣子就是兩個開關 啊線圈一樣在這邊 這樣子是兩個開關 控制 一個馬達 那我們要三個開關一樣 一樣的方法 再加一個旁邊再加一個 這邊再加一個on開關 on3 那有on3就要有一個off3 off3就放在這邊 對不對 這樣子 是不是三個開關 就可以控制一個線圈 那這個線圈就可以 帶動一個馬達 那 一樣嘛 我們這個動作也是一樣 on2按下去的時候 導通 導通的話就自保陷入 或是on3 導通 那如果要關掉這個 你on 那個on2的話 就是on of2 它就斷掉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off 按掉 它這個自保電路就斷掉 線圈斷掉 馬達就停止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欸 今天影片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 在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